交换机的作用 交换机的主要功能包括 一、像极限器一样 交换机提供了大量可供线缆连接的端口 这样可以采用新型脱步步线 二、像中机器、极限器和网桥那样 让它转发针时 交换机会重新产生一个不湿针的方形电信号 三、像网桥那样 交换机将局域网配为多个冲突域 每个冲突域都是有独立的宽带 因此,纳达提高了局域网的宽带 除了需要网桥、极限器和中机器的功能以外 交换机还提供了更先进的功能 如虚拟局域网和更高的性能 如虚拟局律